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过吗? 就是说菠菜里边它含有一定的草酸 所以如果直接食用 不好的 一定要穿套完了就把多余的草酸给去掉 这个时候你吃起来才会更放心和健康 菠菜可以和猪肝做菠菜猪肝汤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汤 菠菜也可以和豆腐炖豆腐 然后菠菜还可以进行凉拌菠菜粉丝 所以菠菜的做法也有很多种 打成汁做面也很好吃菠菜面 就是一定要和面然后自己去擀面 菠菜饺子你吃过吗? 吃过可好吃 还有胡萝卜饺子 胡萝卜饺子 反正就是这个蔬菜它有天然的这种绿色 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做各种各样的这种面食 这个菠菜饼也好菠菜面也好 我觉得都行 那好这边的水现在开了 水已经开了 我会加一些油跟盐巴 会为了让它的颜色更亮 是 而且在汆烫蔬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着在锅里加一些盐 为什么加盐呢? 它能够保持蔬菜的翠绿 对 好的 来 交由我来负责 帮你把它给烫进来 菠菜熟得特别快 我们大火给它再次煮沸就可以了 这边呢我们准备了冰镇的矿泉水 对 我们把它捞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放在冰镇 冰一下 一定是 我习惯在家里做菠菜的时候呢 我是先把它汆烫完了 就放在自来水底下去冲 冲一下以后呢 你会看到它那个颜色本来是 这个绿色的 嗯 然后呢冲完了之后呢 它会变得更翠绿 更翠绿更漂亮了 好了 现在其实就可以了 嗯 薄菜很容易熟 来 放进去 这个时候筷子吧 好 你端着啊 嗯 要沥干水分 沥干水分 尽可能的把它给压一下 哇 我其实挺喜欢吃姜的 就是有姜的那种菜肴 我觉得都很香 对 可能很多人害怕姜的那种 冲的那种味道 对 但是呢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 姜的那种冲的味道呢 它可以变成香的味道 是 而且本来这个菠菜的杏 是比较算是杏凉的嘛 是 那姜就是温热的 所以配在一起就特别好 哎 现在已经变深绿子了 对 这样子的颜色 我们现在来调料汁吧 调个料汁 然后呢 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姜蓉 但我可能我今天擦了这么多 我可能先放一半进来 为什么要先放一半呢 另外一半摆盘比较漂亮 哦 它有一点颜色 对 是 然后 这个是料酒 还有醋 和这个生抽 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放一些 你是把醋和这个生抽 放在一块了是吧 然后你看你看这个盐巴的这个用量 可能你如果不喜欢太咸的话 就不需要放太多 然后还有鸡粉可以放一些 接下来 白糖 拌菜 我觉得都是需要用一些糖来提鲜的 用一些的糖 然后还有就是我最爱的拌菜一定要的这个芝麻油 可以多稍微多放一些 今天像要用了这个醋和生抽放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就是你自个在家里你可以兑一个量 对 你不用再担心说这个我要几勺 那个我要几勺 快一点这样吃起来 旁边要是准备的是白芝麻吧 对白芝麻跟这个剩下的这个姜蓉 我最后是摆盘的时候在用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这个充分的搅拌均匀 辣椒也是作为点缀吗 对辣椒作为点缀一点点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菠菜里的水分给它挤干 挤干之后放在这个碗当中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碗里呢 等一会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造型 对 来这边的这个调味料也已经全部都融化了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碗装呢 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把它给压实了之后 就像扣这个圆圆的那种瓣一样 等会直接的扣在盘子当中 它就变成了一个圆圆的造型 再加上你的这个汁 再加上这个红椒的这种小圈 以及你刚才剩下的一半的这种姜绒 对 这样的一个呢 漂亮的菜肴就出现了 又减肥 然后呢又有营养 是 这个还要给它压实一下 要压实一下 比较漂亮 我们可以用这个勺来压 可以 好了 压一下 你看刚才那么多的菠菜 是 现在只剩下了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 压实了哈 你可以把盘子拿过来 我们直接呢可以扣了 好了 倒扣一下就行了哈 一 二 三 起 好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 然后再用这个小勺把这个 整理一下 这个边儿啊 都给它 再 弄圆一点 嗯 接下来继续摆盘 用这个小勺 用我们这个 刚刚剩下的姜绒 可以撒一些在上面 比较不淡 比较不淡 对 待会儿吃的时候呢 就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可以了 辣椒圈是先放还是先淋这个料汁啊 稍微等一下哈 我这个 可以多一点 因为它是算是它和菠菜一样 算是主角了 对 算是主角了 芝麻 撒一点在旁边 撒一点 好 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对 然后呢再摆上一个胶圈 红胶圈 嗯 有红的 有绿的 有黄的 从色彰搭配来讲呢 它就很吸引人了 口感怎么样呢 就看这个 你调的料汁了 对 然后料汁就只要淋在旁边就可以了 直接拿一个旁边那个小勺 淋在旁边 搅拌均匀 不是从上边淋哈 它是淋在周边 对 这样比较漂亮 就不会破坏它造型 而且你等会 等会的时候 吃的时候拌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淋完料汁 我们整道菜呢 就已经 大功告成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请电视间的朋友 一起回顾一下这个 姜汁菠菜的制作方法 姜汁菠菜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菠菜 生姜 和芝麻 调料是 料酒 陈醋 生抽 盐 鸡粉 白糖 和一些麻油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锅里水烧开 菠菜 切段 放入锅中 汆烫成熟 捞出过凉 取姜末 料酒 陈醋 所以缺铁铁性贫血 有较好的食料作用 减肥 今天这样的一个减肥菜 姜汁菠菜 也是我们送给所有喜欢减肥的 就是现在天天让让人要减肥的 这些朋友的这一道美味的菜肴 大家也可以给它动手做做看 谢谢肖小 我们明天再见